下面我们结合五吨来说一下人体运动中的状态 五吨体重说到一个撑筋把骨 那么什么是撑筋把骨的 撑筋把骨有静态和动态的 首先呢动态叠加在张力预知之上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关节点都要松开都要拉开 那么关节五缝的松开必然伴随着必然结合着筋膜的扯紧 这个叫松紧合一 我当中曾经提到过疏脊斩背 脊椎的疏斩拔肠 背部肩甲的横撑 还有跨关节人体最大的一跨关节 左右的横开 上下的纵向的拉开 包括胸骨 胸骨的纵横拉开 膝关节的纵横拉开 这样就构成了我们周身张力的均衡分布 如此呢没有任何一个关节点 是受压迫的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筋络 是轮缩的 这个基础之上 它的动态叠加 才是均衡的 是高效的 下面接口鼓动的动作 我们来体现这些要点 与肩同宽 手型呢 为虎爪落至身前 肩距一拳 两眼看手 看地面 好 脊椎的纵向拉开 肩甲 胸骨的横开 跨骨 膝关节的纵横拉开 同步到位 在将力均衡密布的情况下 我们做上下的起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